公元前87年 离带雄主汉武帝去世 并将皇位传给了八岁的幼子刘芙玲 在临终前 汉武帝却做出了一件惨无人道的决定 诛杀自己所有有孩子的嫔妃 其中便包括刘芙玲的生母 勾义夫人 勾义夫人姓赵何奸人 据史书记载 汉武帝寻刑何奸时 忘记者说此地有个妻女子 随后汉武帝命人在当地查访 果然得到了一个姓赵的妻女 而她便是勾义夫人 据说勾义夫人天生不能舒张自己的手掌 总处于握拳状态 结果天子一摸她的手 紧握十多年的拳头竟自动张开 其后汉武帝将赵氏立为结语 让其居住勾义宫 因此赵氏被称为勾义夫人 不久后 备受宠庆的勾义夫人生了刘芙玲 据说勾义夫人认身长达十四个月 汉武帝听说后感慨道 听说摇十四个月乃生 看来刘富林也一样 当时立太子刘具因巫谷之便被杀 而燕王刘旦 广陵王刘旭戒不成器 因此汉武帝早就主意将皇位传给刘富林 但是刘富林年纪太小 汉武帝怕他无法担负整个帝国 为了服务刘富林的皇位 汉武帝为他挑选了霍光 金蜜堤 上官杰等托古大臣 其中以霍光为首府 选好了托古大臣后 汉武帝终于做出了一个凶残的决定 杀死所有生过孩子的嫔妃 而首当其重的便是刘富林的生母 勾义夫人 首先汉武帝随便找了个罪名 将勾义夫人谴责了一顿 汉武帝眼中冒出了杀气 几乎把勾义夫人吓贪 他赶紧脱掉自己的簪子 向汉武帝叩首求饶 然而汉武帝却绝情地说 还把他送到叶庭玉 立即处死 随后侍卫们架起了勾义夫人 而勾义夫人还不断回头望向汉武帝 希望能看在生子之宫的面上饶他一命 但是汉武帝却吼道 去行 卢不得活 就这样 可怜的勾义夫人死在了云阳宫 据史记记载 当天沙尘漫天 仿佛老天都在为勾义夫人的悲剧而愤开 勾义夫人死后 汉武帝问其左右 大家都怎么看待我 如实回答 左右侍卫不敢怠慢 回答 人言且利其子 何取其母乎 对于侍卫的抗旨 汉武帝并未怪罪 而是心安理得地说 这不是你们这些愚人能理解的 自古以来 国之所以乱 都是因为主少母状 女子闲居宫中 如果阴乱后宫 谁能禁止 你没听说 吕后之祸吗 很显然 汉武帝既怕女主官政 又害怕年轻的勾义夫人 给自己戴绿帽子 不说吕后 当年秦宣太后 以及秦始皇生母赵姬 不就是这样的吗 对于汉武帝残酷的行为 太史公司马迁评价道 故诸为武帝生子者 无男女 其母无不遣死 其可谓圣贤灾 昭然远见 为后世纪律 故非浅如所及 视为武 其居宰 汉武帝死后 刘复林继位 视为汉昭帝 而实际政权 却为霍光所控制 霍光继承了汉武帝 晚年休养生息的政策 并继续打击匈奴 夺取西域 不仅恢复了国民经济 而且还彻底降服了匈奴 实现了昭宣之志 若有沟义夫人的智轴 霍光还能像历史上那样 有效贯彻自己的政策吗 然而汉武帝的身谋远虑 却在1948年后 得到了应验 1861年 慈禧太后联合公亲王一新 发动了新有政变 将咸丰皇帝留下的 顾命八大臣一举拿下 而慈禧太后 也开启了她垂帘听政的历程 从1861年到1908年 慈禧这位女独裁者 独断专行 将中国带进了沟里 对外屡战屡败 丧尸失地 将中国拖到了灭亡的边缘 而慈禧太后的教训 也印证了汉武帝的担忧 母状子幼必为国家之祸 慈禧太后所经历的 同志光绪 以及宣统三位皇帝 吾不是幼年皇帝 在大多数时间 这些皇帝 不过都是慈禧太后的提前墨儿 慈禧虽然是精明强干的政客 但作为一个文盲 实在无法驾驭 这个庞大的国家 就如曾国藩 在日记中所说 皇太后自无一举要语 因此有人认为 若要锐意改革 信任汉尘的速顺辅证 绝对比文盲慈禧 秉政更好 即使败于列强 也不至于输得那么惨 乃至于酿成庚子之变 因此有网友认为 若前锋皇帝 还不如效仿汉武帝 将慈禧杀掉 或许就不会有 心有政变这样的内耗 历史确实有很多 优秀的女政治家 但在古代 女主干政却对国家有巨大的危害 这是因为女人当权 名不正言不顺 会遭致许多大臣 乃至于皇帝的反对 而女主为了维护自己权力 必然会纠集自己的势力 因此只要有女主当权 就必然有后党和地党之争 对于国家政治生态来说 这是非常不利的 在国事平稳之时 女主当权危害较小 比如东汉邓太后 北宋高太后 都曾引导了一个治世 但在乱世 女主当权却万万不能 汉武帝晚期 匈奴逐渐复兴 重新攻略边境 国内矛盾尖锐 民变四起 汉朝面临极端的危机 因此汉武帝快刀斩乱麻 杀死了沟义夫人 稳住了辅政大臣 霍光的地位 最终避免了剧烈内耗 实现了朝宣之治 而咸丰时期 外部有印反联军 以及沙俄的入侵 内部有太平天国 以及免军的叛乱 而咸丰却富人之人 没有及时处理慈禧 不仅死了速顺 还在甲午战争时期 酿成了帝后之争 最终将中国送入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由此可见 汉武帝才是真高明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 被骂成千古暴君 我们看看汉武帝 做错了什么 汉武帝是有名的皇帝 但是关于他的争议 也有很多 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帝 但是也有人说 他是千古暴君 汉武帝在位时期 四处开疆阔土 威名远扬 东兵朝鲜 南吞百岳 西征大腕 北迫匈奴 开创了汉武盛世的局面 罢黜百家 独尊儒书 是汉武帝的一大壮举 这项举动 也是非议众多 有人说这样 巩固了王朝的统治 有人说 这样压抑了思想的发展 汉武帝之前 是有百家之学的 百家思想极其灿烂 但是汉武帝 却把百家都罢黜了 只剩下一个儒家 儒家的主要思想 就是维持皇帝的统治 修身其家 治国平天下 且不论儒家好坏 百家之学 何其璀璨 就这样毁于一旦 昔日 纵横测试 凭借一己之力 搅动天下局势 兵家之人 凭借自身学术 以弱胜强 削弥刀兵 法家大能 利用生平所学 整顿朝政 建立完善的法治 末者 阴阳家 道家 明家 这些无一不是显学 但是却被汉武帝罢黜 导致思想文化出现断层 这也是为什么乱世文明 极其璀璨 盛世文明一般般的原因 这是后世所不能弥补的 其他过错 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 但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 算民告民 这个比较简单 前者就是强行让你缴税 后者就是鼓励你去告密 当时工商业主 高利贷者 囤伙商等 必须把乘上自己的财产数字 并且规定 二名抽一算 手工业者是四名抽一算 很明显就是抢钱 尽管你之前缴没缴税 现在必须重新算民 这种赤裸裸的抢钱行为 自然遭到商人们的抵制 商人们纷纷黄包家产 此时告民出现了 简单的说就是你去举报别人家 谎报家产 然后官府就会没收他的家产 并且分给你一半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可以一夜暴富 所以就去举报那些商人 官府并不考证真假 只管抓人没收家产 就这样 富人们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而那些告密者也相互告密 最终搞得民心动荡 人人自危 商人的钱难道真的是大风吹来的 为什么汉某农民会起义 为什么豪强纷纷置之不顾 汉武帝功不可没 五谷之乱 汉武帝也是一个奇葩 他自己晚年的时候 灭刘氏族人三万多 差点一字给三足 并且下罪己诏 晚年的汉武帝十分多疑 且深信迷信 任命江冲等小人 酿成了五谷之乱 五谷之乱就是江冲逼反了太子 太子起兵诛杀江冲失败 然后皇后魏子夫和太子 相继自杀 此事千连人数达到数十万 刘氏族人丧命三万多 可能汉武帝也觉得过了 所以下罪己诏 告诉国民是皇帝错了 秦始皇被说是暴君 但是秦始皇也没有霸出百家 而汉武帝却做了这件事 关于汉武帝的非议还有很多 有人说汉武帝穷兵独武 有人说汉武帝多死寻游 但是这些都可以解释 而这三件事却没有洗白的余地 错了就是错了 因为这三件事 所以后世多有人称呼他为暴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